BOSS的 剛剛講到的 定時炸彈 那他會在安裝之後 一段時間爆炸 那解法呢 就是在被安裝之後 連續攻擊他六次 就可以拆除這個炸彈 就是完全不會影響你的節奏 那這邊來到的是他第二個能力 暗影型態 他會放出三種類型的技能 第一種就是你現在看到的這個地雷放這個噴發 這是第二個 這個叫做鉤貨 這是第三個 他會使用地雷的暗影技能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就是他省能使出的所有的暗影技能 我被上炸彈 好 面對這個炸彈的對策呢 就是像這個樣子 成功的讓他開出不完整的暗影型態 面對炸彈 如果你來不及拆除的話 就會像我剛剛做的那樣 通過讓自己處於半滯空狀態 來確保自己不會 確保自己的獸擊硬直很短 那今天我是Pedia 今天帶來我們的暗影格鬥3 那這一次要大家看到的是這個暗影格鬥3的全新復活動 SIDE EVENT 這個叫做 這個珠寶錦標賽 那這次可以看到的主打獎勵呢 就在這個地方 這個珠寶錦標賽的一個獨特卡包 那這卡包需要花費300佔領匹幣 那在這邊可以看到佔領匹幣的數量 那這種附活動的佔領匹幣呢 它在活動結束之後 是不會換成更好金幣的 也沒辦法保留 它會回收 對 那我在上一次的復活動裡面呢 我存了 我當時以為它是代幣會保留 因為我看到他說不會轉換成金幣 我還很高興的說 我終於可以在復活動裡面 每次都存 你不知道我的活動 我就把代幣全部存下來 然後每次活動一開 我就把代幣滑一滑我就解完了 沒有 它直接幫我回收了 I hate my life and I fucking hate you Nakey 好 那不管怎麼樣呢 我們看到這一次卡包的內容 這邊就是這些 一樣是彈藥包的主要內容 但是呢 重點是這個虛空珍珠 新的傳奇復活擴建 跟上一次的虛空立刃只能用買的不同 這一次是可以通過這個卡包抽到的 那機率來講呢 是15比1 對 也就是基本上15個卡包 你要抽到一個 不然就是非洲人 對 Nakey在幫我們驗血統 那要注意的是呢 在這種卡包裡面抽出來的武器 它的戰力呢 基本都是以最低戰力 對 首次獲得的話 它就是以最低 該等級的一個初始戰力 也就是說 27000的一個戰力 這個武器的話 所以說如果你想要你的這個 虛空珍珠堆到底戰的話 你必須要通過這個特別優惠裡面 去直接購買 那這個戰力就會是 直接推到最高戰力的 11萬 是我這邊的狀況 對 這應該推上去 11萬9千就接近12萬了 但如果你只是要把這個武器拿去打這個活動 或者是你可以 你可以通過這個盔甲的這個戰力 來把它的傷害給蓋過去的話 那其實就沒有那個必要 硬要去把這個戰力堆到最高 對 這是看個人去做取捨而已 那我們也可以來看到這一次這個珠波級標賽的一個馬拉松 那上面講的這個擊敗等級樣本可以獲得10-60分 等級2樣本則是40-250分 這個東西等級1跟等級2呢 我們可以等一下再做解釋 那這邊這個獎勵最重要的呢 也只有這一個1800分的一個1000戰力比幣 我已經獲得了 那其他的其實就不是什麼最高獎勵 那最後的獎勵呢 更是一個單純的一個派技傳奇強化包 那這種東西這種強化包對於在前段班的玩家來講 真的就是不太需要 前段班玩家現在會需要的是通過馬拉松直接獲得單張卡片 這種可以直接堆到最高戰力 或者是這個套裝包 它直接給你一整個套裝的戰力推到最高的戰力 對 那只有這兩種會是現代玩家需求的 因為我的戰力都遠遠超出該等級所有能負荷的極限 也就是說你的暗影量早就不能去提升戰力了 以我現在這個等級來講呢 我的武器最高戰力應該是在3萬多 但是我們可以通過馬拉松套裝包的方式推到更高 而我現在推到的位置是11萬9千 接近9千 接近12萬 所以你知道我們這個只要在前段班 等待行章節出來的玩家基本上都不太會需要這種派系長話包 這主要就是拿來拿一些暗影能量而已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們的暗影能量也非常多 384K 那像是這種上等軍械庫充斥這種需要你消耗暗影能量來完成的馬拉松 唾手可得 對你隨隨便便就是升級一下就是1萬了 那當然我也完成了這個鑰匙大師的充斥 這個非常簡單的一個鑰匙大師 那這邊就可以來看到這個全新的一個虛空BOSS 第14號樣本 那這個BOSS會開到活動結束 沒意外的話他剩下4天9個小時 那除此之外呢他有兩個等級 就是剛剛在馬拉松看到那個等級1跟等級2 就是在這個地方 那他等級1的戰力需求會是50 虛空戰力是非常非常低的 那甲地來講也就是這個樣子而已 對虛空鑰匙 3DB還有一些麥格米恩 那數量可以注意一下這個一般等級1的BOSS 這最多也只能拿到60的3DB 那除此之外呢 如果你單純是以虛空鑰匙為目標 去打這個關卡的話 不建議打第一階段 因為他消費15能量也只能拿到10之鑰匙 但是你可以看到這個我們一般的3小強消費14點能量 OK8點 消耗14點能量呢 其實你就也可以獲得10的10匙虛空鑰匙 所以說以虛空鑰匙為目標來做選擇的話 打這個關卡是不值得的 第一階段的等級1的話不值得 但是等級2呢 那是另一回事 我們來看等級2 所以你看他的虛空戰力需求直接飆到6000 喔這個幅度跨好大喔 天啊 那不過獎勵也是相對來講真的挺多的啦 這個戰力比幣他直接給我們可以給到250 然後虛空鑰匙呢可以給到45支 麥克米恩最多7個 麥克米恩就隨便啦 重要的是虛空鑰匙45支 我們可以來看到是他的這個能量消耗是30點 那我們來看到一般3小強的第5階段 20點25支 也就是說能量消耗呢 這個第14號樣本會比3小強的最高階段還要高出 是最高階段的1.5倍 但是我們獲得獎勵是45支 是超過25的1.5倍的 所以說你不管是朝你要拿戰力比幣的角度出發 還是朝虛空鑰匙的角度出發 能打第二等級2的話 你是可以穩定通關的話 那非常建議各位就專心農這個關卡 而不是去農平常的3小強 那要注意的是 選擇等級1跟等級2的第一要件 當然是你能穩定打過嘛 那第二個要件呢 就是你想秤分之類的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能在等級1 然後穩定拿到第一名的獎勵的話 而在等級2 你沒辦法穩定的進到前三名的話 那我建議各位就專心打第一階段吧 第一階段穩定拿第一的話 你每場會有60 但第二階段如果你沒有拿到前三 而是456的話 你拿到戰力比幣甚至會比60還要少 所以我建議如果你是穩定 可以在第一階段拿到第一名 而在第二階段沒有辦法穩定進入前三的話 就專心打第一階段就好 對 而且能量消耗也比較少 當然打第二階段會獲得的虛空戰力 應該是會還挺多的 但是我現在虛空戰力是最滿的 15000了 所以說我也不知道這個大贏 會拿多少虛空戰力 不管怎麼樣呢 第二階段的血量是3的厚 6萬比這個 我們三小牆的第五階段是5萬還要多 是原始的第五階段的一個血量 那攻略這隻BOSS 不好意思 你應該看到這個裝備的 那攻略這個BOSS 我們使用的裝備依舊是我們的痛苦惡夢 對 那痛苦惡夢輸出擔當 就是這麼一回事 實用的 依舊是那一套萬年不變的一個獨套路 那除此之外 我還特別帶了甘漢 希望能讓對手的愛琪再出了一些出一些Bug 所以出現Bug的 就類似虛空垂從那個樣子 是有機會可以讓對手出Bug的這樣 我發現只要帶著甘漢就有機會 那特別都是特別T級 都是直接練滿的 這不用說 那其他的技能位都是基本上練滿 對這個痛苦惡夢的配置 畢竟是要拿來打虛空的 那所以說我這邊肯定是都是把重要的技能都練滿 那要注意的是這邊這個不斷增長的位置 各位可以去自行思考要不要換成金鋼狼 對那這是隨各位高興的 但是我還是比較習慣用這一個技能 所以我這邊是不會換的 喔 擠滿了 好 那我們這邊再進場 那在開始的時候 我也要跟各位仔細說明這個 地質招樣本的一個能力 以及他的解法 那首先呢要跟各位講的就是他開場 跟暗影形態結束之後 他會使用這個地質炸彈會安裝在我身上 然後我好像遊戲當機了 好 那我們再來一次 這個地方 這一個BOSS的 剛剛講到的定時炸彈 那他會在安裝之後一段時間爆炸 那解法呢就是在被安裝之後 連續攻擊他六次就可以拆除這個炸彈 那你每對他造成一次傷害呢 炸彈的傷害就會降低一些 那 沒有 你打到六下滿的之後呢 就是炸彈他就完全不會爆炸 就是完全不會影響你的節奏 那這邊來到的是他第二個能力 暗影形態 他會放出三種類型的技能 第一種就是你現在看到的這個地雷 放這個噴發 那這邊他第一波暗影形態 全部都只開這個東西 就有點討厭了 好 那這地方 OLY SHIT 他 唉 真討厭 為什麼這BOSS就是要這麼的煩 這邊一個前提 好 這邊成功觸發到他這個 不完全的暗影形態 這對我來講是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好的一個狀況 這到底是三小 他在格擋三小 二 三 四 五 但第五下來不及出來 不過沒關係 傷害有到 應該說有成功降低了他的傷害 這邊直接開一個暗影形態 準備收尾了 沒辦法 這一部人打得太糟了 生意動畫出來之後退出 這傷害有點低 所以我想說我要試一下石頭來 彌補一下 對 那剛剛的 呃 他的暗影形態還沒有遇到 他所有的scenario 他可能會開出三種技能 我沒有完全跟各位解釋完 但是 唉 等一下遇到了之後 我會再跟各位解釋的 那這個地方還是一樣 沒出暴擊的話 我們就可以來正常的 執行這個 擬式無敵套路的一個前衝摔 然後再去做 透過提升無法格擋的一個 狀況來使用前踢 這是第二個 這是叫做勾貨 這是第三個 他會使用地雷的暗影技能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 就是他省能使出的 所有的暗影技能 我是不會這樣做的 我被上炸彈 好 面對這個炸彈的對策呢 就是像這個樣子 成功的讓他開出不完整的暗影型態 面對炸彈 如果你來不及拆除的話 就會像我剛剛做的那樣 通過讓自己處於半滯空狀態 來確保自己不會 確保自己的受擊硬直很短 對 那這邊我這邊失誤了 那沒辦法 魯阿莎呢 炸彈傷害太痛了 好 那這第一輪下來 下面的幾個 看起來都挺噗嚨噗的 那這邊我應該就是 沒必要再去吃石頭 來去趕進度了 對 我本身這一輪下來 花了大概1分半打 打了8000多的傷害 1分半打8000多 那可能後面我還要再吃石頭 趕一下進度 1分半的時間 這個進度的話 因為我們總共時間大概是7分鐘吧 7分鐘左右 所以說我們剛剛花那樣的時間 先打這個點傷害的話 可能等一下會需要稍微吃石頭 再趕一下進度 不好說 因為下面那4個傢伙 看起來挺噗嚨噗的 好 那不管怎麼樣呢 這邊我們前衝刺 然後再使用正拳 穩定拆除這個炸彈 對 用前拳有時候會抓不到他 放完炸彈的死機 所以進而導致你炸彈並沒有 沒辦法被正常的清除 因為 好 這邊他要放地雷了 那這邊我們往前走一步 好 我沒辦法繞背 完了 好 這邊整空的躲掉了 跳起來 好 這樣被炸倒的話 我的破綻會比較少 先往前衝刷一次 看能不能弄出 沒辦法 有點可惜 沒事 這個 地雷的暗影在他這邊 是不會引爆的 應該說不會擊倒的 暗影技能似乎不會算 似乎不會算入解除炸彈的一個 counter裡面去 所以就挺麻煩的 好 這地方觸發了 這個Bug 但是 並沒有辦法再打出更多傷害 有點可惜 好 那時間剩下兩根半 我覺得我這應該要 再吃一個石頭 來趕一下進度 這個畢竟這個關卡 可能難度 稍微比較高一些 還只能這麼說 不管說這個Boss 現在還不太有人 清楚他的一個 機制 或者說他本身 原始的難度設定 就過於高 比較高一些 那可能在今天 官方就會把他下修了吧 我不曉得 也許吧 好 那這邊 不管怎麼樣呢 沒成功踢到 有點可惜 但沒關係 光是他這邊 弄出了 這個 Bug 對我來講就已經非常賺 這就有點不賺了 又弄出了這個 假的暗影形態 對我來講這已經是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賺了 因為這代表我可以在這邊 開始正常的輸出 這邊技術輸出 這邊用下體 讓我盡快起身 暗影形態 看能不能再讓他弄出 你是暗影 可以 這個Bug只要一出來 對我來講就非常非常的賺 那可惜這邊 沒辦法再打出更多傷害了 剛剛觸發了三次Bug 這對我來講就非常非常賺 你可以看到我剛剛補上了非常多進度 因為剛剛 只要他 沒有進入正常的暗影形態 讓他進入 不斷的到處跑的話 那對我來講就非常賺 我可以正常的輸出很久 對 那我剛剛一直忘記跟各位講 他的那個 正常的暗影形態的一個技能 下面 他是只要你靠近他 就會瞬移到地圖的另一端 可能是左端或右端 這要看運氣 對 就是隨機的啦 但那個就是 那會讓你的輸出變得非常非常困難 所以說如果我們是打出這個 暗影形態的Bug的話 我們就可以多撐很多的傷害 那這邊不管怎麼樣呢 我們再一次 開場穩定拆彈的一個正拳 好 好 那這邊這個前衝摔 一個前踢 這邊可以踢滿 再走一步 然後再前衝 再摔一次 這個地方也是踢滿 成功弄出假的暗影形態 對我來講非常非常賺 這邊這樣接 然後直接摔 起身再一個前踢 這個我們的力球 就是盡量的踢出更多的前踢喔 很好 這個地方我已經消失了 那這個地方我的暗影形態 就沒有被中斷了 成功 這邊直接是十六連擊 收掉這個第十十套樣本 剛剛那個其他暗影的操作 是還是比較細節的 就是復活庫庭的一個暗影技能 他是有那個傳送上去的那一段時間 你被任何攻擊打到都不會中斷技能 對所以說剛剛那個地方被爆炸 雖然我吃到傷害了 但是暗影技能並沒有被中斷 那我的攻勢也就因此不會被中斷 那不過怎麼樣呢 我們成功收下了這個boss 那實際上應該是有機無險的 也許剛剛那個地方其實不需要吃石頭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不用吃石頭的 但是我覺得那有點拼 所以說保險一下 就當作是保險 那這邊獎勵卡片也是 六點的虛空能量 比我們平常在打三小強的時候的四點 還要多出兩點 所以說獎勵卡片還是挺值得拿的 那在這邊跟各位同一說明一下 這個boss的能力 第一個放置炸藥 他會在開場 或者是暗影期待退出的時候 給我們身上放置炸藥 一段時間以後會爆炸 那我們每次攻擊他呢 這個爆炸的傷害就會變小 那攻擊六次以後呢 在爆炸之前 攻擊六次的話呢 炸彈就會被拆除 那我們也不會被爆炸 抽到一個石石的彈藥 但是這個彈藥爛透了 經過這個b站的大佬 空情境地的測試 這個炸藥的傷害大概才八百多九百多 爛 有夠爛的 那剛剛講完這個炸彈了 就是六次攻擊就可以拆除 所以說複合擴建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這也就是為什麼 這個痛苦惡夢依舊是永遠的神 那另一個能力呢 就是 他的暗影形態 他的暗影形態是會 如果說你跳進他的話 他就會瞬移到地圖的另一端 如果說你沒有在他附近的話 他就會開出他的暗影形 暗影形態有三個 第一個是篝禍 第二個是地雷的暗影 第三個是放置地雷 然後在地雷的位置 施放這個噴發 這個還不錯 這個還不錯 六次發的生命值 這很多 這如果 這可能是 你在打若嵐的時候出十五的話 使用是挺有效的 我不知道 但我還是不會用 我還是不想用 那面對他的暗影技能呢 全部的解法都是前跳 就是面對地連的話比較不同 你要再前跳 繞他背後去 才能完整的躲掉 那如果你時間不夠的話 可以考慮使用 繞背的方式來閃躲 對 那這邊 以上就是 面對這一個BOSS的一些 主要的META的一個技巧 那最後面要講的是 乾翰這個技能 有機會可以讓BOSS觸發BUG 讓他直接正常的進入 我們一般人的暗影型態 而不是他的特殊技能 那只要他進入正常的暗影型態 對我們來講就是一個絕好的一個 輸出機會 因為他的暗影技能不眨力 第一個 巨光的BOSS 沒有任何一個BOSS 會使用遠程武器的暗影 第二個 他的武器的暗影 並不是史詩傳奇的暗影 而是韓劍的龍捲風 那剩下的噴發跟爆破 只要你貼得夠近 搶招夠快 你就不可能會吃到 所以說他的暗影技能 相對來講是好處理的 那以上就是關於這一隻 活動BOSS 第14號樣本的一個內容 那剩餘4天 應該是還可以再展覽一次 一百能量 然後打一輪的 那至於能不能再撿到一個 馬拉松 就是虛風的馬拉松 每個禮拜都會有的虛風馬拉松 然後再補充一點能量 這個就要隨緣了 對 那不管怎麼樣呢 就盡量打吧 對 能抽幾抽是幾抽 盡量把那個復活部件給抽出來 那今天影片就是這樣子 完整的跟各位解析了 這一次的一個BOSS 那喜歡影片都不要忘記一下 訂閱跟喜歡 因為我對我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好嗎 那我們就這樣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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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